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在揚北極熊啊 你有沒有看過X戰警 X戰警 X戰警 錯!X戰有一個人很怕熱 誰你知道嗎 冰人很怕熱 冰人在一集X戰裡面就是被火噴死的 很怕熱 你可以去應徵X戰警的冰人 我們的成績人可以應徵X戰警的火人 火人不怕熱 你超級怕熱 一個電費可以比成績人花百分 多百分之五十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到北極的電費 高達將近兩萬度 對不對 用了人民的納稅錢 15萬 為什麼用這麼多呢 公委員報告 520之後 因為還有一段整修的時間 那我一直到了六月的中旬之後 才陸續有在關底使用 開一些跟部長的會議 那我個人 一直到六月底或七月初 詳細日子我忘記了 六月底或七月初 我會每個禮拜使用兩天 使用兩天 但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的家人都沒有在關底 所以這個用電的異常 我也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們會請電力單位 來做一些用電的檢查 但同時我認為 我還是要跟國人一樣 我們都要解約用電 但我非常謝謝委員這樣的提醒 沒有 你碰喜在關底的時間 應該沒那麼多 沒有沒有 你像我們前陣子嘉義發生公災 我們去嘉義當街 勘災 上阿里山勘災 就是現在這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你平常在關底的時間那麼短 可是你這個問題很嚴重喔 因為我去對比了 你的上一任 陳建仁院長 同樣時間的電費 人家少了你50% 你用了2萬度 兩個用了2萬度 15萬人民的納稅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對比喔 所以現在兩個問題要解決 這個第一 你是用的是人民的納稅錢 對不對 第二可能也更嚴重喔 你不是在講節能要省電嗎 你的電怎麼會兩個用到2萬度 有人在開玩笑阿 你在裡面什麼挖礦嗎 挖比特幣嗎 現在台灣除了什麼 詐騙那個機房 有人一個一個關底 一個地方要用到這麼多的電嗎 我也應該清楚 關底不是我一個人在使用 有很多的安全維護人員 當我在這裡 在大院在備詢的時候 或在外面的時候 還是有安全的人在關底裡面使用 所以我才會用去對比嘛 所以我剛剛隨便舉個三個例子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講下一個啦 今天我們講會會總於雙齁 這樣說法不好 我也不認同 怎麼會是挖比特幣呢 是在揚北極熊阿 什麼挖比特幣 揚北極熊阿 我再問我們的卓院長齁 我想問一下 你比較怕熱還是陳建仁比較怕熱 一樣 一樣阿 不不不不我覺得你比較怕熱 你有沒有看過X戰警 X戰警 X戰警 他不怕熱啊 X戰警不怕熱 錯 X戰警有一個人很怕熱 誰你知道嗎 冰人很怕熱啦 冰人在一集X戰裡面就是被火噴死的啦 很怕熱啦 你可以去應徵X戰警的冰人啦 我們在陳建仁可以 X戰警的火人啦 火人不怕熱 你超級怕熱 你的電費可以比陳建仁花百分 多百分之五十 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我剛剛已經答覆過張旗凱委員 我知道你說要檢討嘛 我們幫你檢討嘛 我用的時間並不多 你用的時間並不多 比那台多百分之五十 六月到八月不是你用的 不是 六月到八月是不是你用的嘛 我一個禮拜只用兩個晚上 今年六月到八月是多少 今年六月到八月你花多少度電 快兩萬度 15萬 那去年六月到八月陳建仁花多少度 15000度 今年多了3900度 10萬 對啊 那我說你當冰人蠻適合的啊 而且戰典冰人非你莫屬 所以我講第二件事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